我们今天进行是核四命运的第二场辩论 辩论主题是核四到底应该续舰停舰还是转型 时间很快 现在进行最后的节变 每人一分钟 我们请潘中指挥开始 大家好 从山里岛 Chernobyl到福岛核灾 每一次这些工业大国 核能工业的大国 一再地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 那台湾是一个核电能力那么差的国家 会不会又出现意料之外呢 我们非常的担心 而核四就是一个错误 它的起头就是一个错误 它是想要发展自主的核电工业 所以整个拼凑起来的一个核四产 结果我们现在无法收拾 我们现在就应该要赶快的停损 让我们的孩子 为我们的孩子追求一个安全干净 产业有竞争力 而且有附加价值的非核家园的新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呼吁大家 3月9号大家一起站出来 为你的孩子追动一个非核家园 为我们的孩子来监督核电厂 3月9号请大家一起站出来 好 我们谢谢潘中之委 继续请吴处长 我们必须再一次的重申了 能够确保核安核四才会商转 这是台电一直以来的一个承诺 那么这个电厂呢 是我们为了提供我们全国民众 稳定便宜而且干净的一个电力 这个电厂完成以后呢 我们也会有将近800位同仁 在这个地方上班 等于说代表800个家庭在这里 所以我们是在建造我们自己 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 我们绝对不会说 为了说舍不得3000亿的投资 而来堵上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家人的一个安危 我们一定会按部就班 按照国际的标准 来完成我们的电厂的工程 以及市运转的一个测试 达到我们这个和市场 能够安全运转的一个目标 我们很希望全国的民众 也都能够以理性的态度 大家来一起来讨论理性的对话 我们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议题 谢谢 来请王老师 是这次的福岛的事情 见证一个叫看不见的国家 也就是国家遇到这个事情 完全乱的方寸 那受害者是民众 那现在18岁以下的 日本的小孩子在福岛的 36万里面有9万6千人 已经找到甲状线的回答 然后有失居故乡 还有诉讼已经有10兆以上的累积 那这个成本怎么算 那世代正义更不用讲 所以我觉得魔鬼出在细节里 看到过去台电的管理文化 我们其实民众是不放心的 所以要孩子不要何止 请停下来 有机会再跑 而不要失掉了这一次的机会 好 这是王老师的一个节辩 继续请李老师 我想刚刚潘子伟有提到一件事情 台湾的核电能力很差 我反对这种说法 台湾没有核能工业 这个我承认 但是台湾核电厂运转的绩效 在全世界使用核能国家之中排名第二 这个绩效并不单单的是指你发电的能力 这里面包括很多国际上公认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加在一起综合评估之后 我们前年的 因为去年刚刚结束数据还没出来 我们全世界我们排名第二输给罗马尼亚 那从规模上来讲 我们的规模大于那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认为说我们的能力输给日本 我们能力输给美国 在运转核电厂这件事情上来看 我们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有把核电这个 让核电能够为我们服务的 我想谁都不能否认 核一二三场它的持续的运作 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 我想这要感谢我们 好我们时间到了 今天针对的是核四命运 我们进行第二场的一个辩论 讨论到核四应该要续建停建 还是要来做转型 现在核四的改善工程即将要收尾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台电即将提出的是装填燃料的申请的脚步 当然更加的接近 虽然接下来还得启动测试一整年的时间 不过商转的申请现在是定在2015年 有了最新的一个时程 接下来是不是反核的声音会更大呢 好那么台湾到底需不需要核电 收看台湾顾问团核四存费大辩论 我们提供给您最正确的资讯 也要帮助大家做最明智的选择了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大家下周再会